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龚骏,演技与人气并存的明日之星。 龚骏,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生代演员,凭借其扎实的演技、 独特的气质以及广泛的人气,迅速在影视圈展露头角。 龚骏,199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 在校期间,他便展现出对表演的热情和天赋。 毕业后,龚骏开始在影视剧中展露头角。 他先后出演了《我的前半生》、《全职高手》等多部热播剧,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。 龚骏的代表作品 1.狼牙榜之风启长林,在这部古装全谋剧中,龚骏饰演了英勇善战的长林世子。 凭借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2.震魂街,在这部改编自热门漫画的奇幻剧作中,龚骏饰演了善良勇敢的主角之一。 与其他演员共同展现出了人物间的深厚感情。 3.盗墓笔记重启,龚骏在这部《探险悬疑》剧中,饰演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年轻探险家。 与实力派演员共同演绎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。 龚骏凭借其扎实的演技、独特的气质以及广泛的人气,在业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。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,龚骏具有扎实的表演功底,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。 同时在镜头前展现出自然的魅力。 同时,龚骏还具备很高的发展潜力。 有望成为未来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星。 龚骏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生代演员,凭借其在多部热播剧中的出色表现。 迅速在影视圈展露头角。 他的实力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,同时具有很高的发展潜力。 未来,我们有理由期待龚骏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,成为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星。